一 二 三 把我们把 申报公司举办新品发表会 除了发表全新特试款纪念机种洗衣机 更抢先曝光即将落成的申报集团企业总部 展现推动台湾家电研发及制造的决心 第一个总部就是说 希望把这些交易关系的高预主管 也在这边办公 这样子互相协调 或是说能够创出新的合作的模式 那另外公司也是等于是一个崭新的气象 形象 七次才出来 我想我们申报未来要继续成长 继续在往在企业上继续拼搏 工厂现在要移到台南 所以这边还有四万多品 我们越来越会开发整个物流园区 将来造成的一番的更繁荣 两年来的疫情 其实对台湾的人民 应该说全世界的消费者都特别 重视所谓的抗菌杀菌 那申保也有在这方面去琢磨 所以我们的洗衣机有Picot Pure 冰箱有Narotide 冷气也有Picot Pure 这些都是为了清洁 后疫情时代 可以让一般的消费者 过得更干净的一个生活 我们导入的是不贵又好用 真的又实用的一个家电 那让家庭的生活会更美满 那操控会更容易 那花的钱又不多 这就是我们要把它真正实现 所谓的AIoT的一个生活情境 申保有自己的ID设计团队 也有我们自己研发设计团队 也有我们自己的工厂 应该是台湾品牌里面 捷舞仅有的还在台湾投资的一个企业 那未来看到总部这样的一个成立 我想我们各关系企业的一个合作会更密切 可以带给台湾的人民更便宜 然后更好用的一个商品 另外更举办申保晚会 申保总裁和总经理 特别化身为机长帅气登场 邀请全台经销商伙伴们 一同见证申保的美好未来 今年这些经销伙伴 其实他们贡献出蛮好的一个成绩单 比本公司的成长还要高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的激动 今年的Slogan叫 深室领航 冲百亿 饱足 精彩 电机石 重点就是要重新的把申保这个品牌 在台湾炸根 炸得更深 磐石更稳 未来申保家电将持续发展品质稳定 台湾制造的家电产品 在产业外移的潮流中逆势前进 成为稳定台湾的一股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